他的故事我们过去曾经为您报道过 台北这名男子呢长得浓眉大眼 一看大家都说哇他太像国父了 那么他是一名水族馆的老板 现在呢他有了这个副业 就是到处去代言 而这个副业比正业还好转 我们好里的红包已经缓缓落下了 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好里的红包 生气在空中撒下红包 民众一窝蜂跑上前 有人拿出大雨伞接 有人用双手捧着 大伙你推我挤的 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红包 开心笑的喝不容嘴 不过仔细看了 有民众发现在人群当中 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位 好像国父 民众看到他都争相的握手拍照 其实他一袭的中山装 浓眉 双眼皮 续胡 和真正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真的有八成相似 而他的真正身份是一家水族馆老板 向国父的名号不进而走 才等了两个月通告接不完 不管是婚纱展 宠物展 就连这一次的名品工商大展 都找他来当活动代言人 不过他说 唯独选举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找上他 让他有些小小遗憾 就没有人家要亲我啊 各位同志假如需要我的话 我愿意为你们效力 水族馆老板一下子撑了国父分身 不用化妆 不用特别装扮就很像了 从北到南活动接不完 长得像国父这项外快还真的很好赚 周内新闻周大祥南投报道